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芬和 9月事日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了会谈 在印方再次跃进 中印有可能再次边境冲突的情况下 两国防长会晤显然是有积极应益的 因为沟通总是有利于事情的解决 然而形势也并非那么乐观 因为两国防长的沟通 显然并没有取得明确的成果 只是在某些态度上有一点表面的共识 魏芬和表示 造成当前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的起因 和真相十分清楚 责任完全在印方 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 中国军队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有信心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双方因认真落实 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达成的重要共识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希望印方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一系列的协定协议 切实加强对一线部队的管控 不越过当前的实控线进行挑衅 不采取任何可能引发局势升温的举动 不刻意炒作和传播负面信息 双方应着眼中印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 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推动事态尽快地降温缓和 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很显然中国国防长的表态是非常的清楚的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中国不希望中印爆发冲突 但印度如果持续的挑衅 中国军队完全有决心 有能力有信心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希望印度不要过分 切实加强对一线部队的管控 共同维护好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那么印反长又是什么态度呢 印度反长辛格表示 当前的形势下 边境和平稳定对双边关系至关重要 应保持双方军事外交等各层级的对话渠道畅通 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问题 希望双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尽快实现一线部队全面的脱离接触 避免采取使局势升级或者是复杂化的举措 或使分歧成为争端 推动两国两军的关系尽快回到正轨 我们结合印军侵犯中国实际控制区的实际情况看 印度反长的话就值得删却了 既然边境和平稳定对双方至关重要 为什么 印方不直接地撤离 而是频频挑衅 那么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在安抚中国了 一边安抚一边挑衅 这不是美国的套路吗 印度反长希望双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印军撤离并不再挑衅 不是最负责任的态度吗 为何明明是印军挑衅 却为何不约束印军的一线部队 在印军侵入中国边境的情况下 印度反长所谓的避免采取是局势升级的举措 其含义是希望中国接受这个事实吗 所以现在问题根本不在中方 而是在印方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在印方 在我看来 中印反长的会晤至少释放三大信号 一 若非有特殊原因 印军不会轻易撤军 从印度反长的表态上看 除了安抚中国的情绪之外 看不到任何撤军的意思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印军这次也是做好了 较长时间停留的准备了 接下来 虽然中印双方不会不断的沟通 若非特殊原因 印军将不会轻易的撤军 印度想把越境变成常态化 印军在6月份刚刚越境吃了大亏 8月底又再吃越境 而且这一次停下来 暂时不离开的打算 这其实是示范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那就是印度想把越境变成常态化 想把越境变成是一个政治工具来源 三 中印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 上次解放军对印军 已经是一次非常明确的警告 但印方依然是不惜取教训 在这种情况下 中印前线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其中原因很简单 一线部队有些时候 不可能都像政治家那样思考 而中国为了印度 印度的频频的挑衅 现在很显然 已经把一些权力下放到了前线 两军前线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本来就很高 另外 这种越境本身就是性质非常严重的事件 中国的克制如果频频换来印度的德春进尺 那冲突就几乎不可避免了 其实 印军六月在加勒万河谷越境挑衅中国 结果 被解放军慢伤遍野地追着一顿 蓝牙半赤后 后来 双方虽然经过谈判协商 暂时缓和了局势 但我认为 一直这件事没完 接下来 印军还会挑衅 结果 不出所料 八月底 印军果然又开始挑衅了 这次没有选择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而是选择了在班公湖 关于印军挑衅的原因 我已经在前面的文章详细分析 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想根据现实的情况 再进一步地做分析和判断 首先 我认为印军在班公湖越境 不会很快结束 同时 未来印度的挑衅也不会结束 做这样的判断 原因基于五个方面的因素 一 印军在上次冲突中得到了好处 在中印冲突后 印度政府拨了大笔的款项 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不少的军售合同 这不但增加了印军的装备实力 也肥了印军的那些长官的腰包 所以 印军客观上 是从上次的冲突中得到了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 印军是不知足的 印方一直试图介于中国冲突 获得美国的更多支持 中美的激烈较量让印度看到了机会 印度认为和中国爆发一些冲突 可以促使美国给予印度更多支持 6月中冲突后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 纷纷给印度提供了支持 可以说 印度在与中国的冲突后 外交上有一种左右逢源的感觉 为了获得更多西方支持 印度再来找中国的查也就不难理解了 3 印方一直认为在美国对中国高压下 他可以借机地占中国便宜 印方一直认为 在美国对中国的高压状态下 印度是可以借机占到中国一些便宜的 尤其是边境地区 印度希望中国面对印度时冷气通生 因为只要中国表现得软弱 那么印度哪怕不针对中国太多 他也会对巴基斯坦 尼泊尔进一步下手 一方面是经济不行 另一方面又需要政绩 印度必然会对周边蠢蠢欲动 是 印军方和印政府的态度上明显不一致 印度军方和印度政府的态度上是明显不一致的 印度局呢 更加的强硬 印度政府则更加的倾向于对话沟通解决 但是由于真正的在前线的是印军 所以莫迪的态度并不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前线 而中印军方的对话往往又难以取得成效 这种不一致注定了事件会持续一阵 由于印度军方和政府的态度不一致 印度还有一个内部协调的问题 上次是莫迪亲自到前线说服印度军方 并用意花大价钱购买军背后 印度才在态度上有所缓衡 然而 哪怕到现在 中印军方经过了至少五轮的沟通 印度也没有真的退回到冲突之前 而且在中印还在沟通之际 印军再次的跃进 现在 虽然印度政府表现得并不算强硬 但印度的军方表现确实强硬的 印军方领导人近期多次地视察前线的部队打起 在这种情况下 印军很难立刻老老实实地撤回去 五 印度的基础建设能力决定了 印度无法赶上中国在边境的建设速度 鉴于双方的基础建设能力 中国的速度要比印度快得多 规模也大得多 印度与中国基建能力的差距也让印度很焦虑 因为他们看着中国的基建家属会越发心虚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也会加强挑衅 以图阻挠中国边境基建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有推动美国介入中印摩擦的心理 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美国 记录的急迫心情就更强烈了 如果印度试图引进 美国来寻求对中国的压制 那就是打错了双盘 这完全有可能激怒中国 如果印度冷静 积极与中国沟通解决问题 那么中印之间还是比较容易缓和的 现在中印边境的局势向哪个方向发展 完全取决于印方 面对这种境况 中国只能够做好最坏的打算 准备应对一切的挑衅 但无论如何 印度如果一定要选择与中国为敌 那一定是不仅仅是鼻青脸肿 而且还会是头破血流